这位士兵刚刚结束战斗 在中途休息的时候 他被一道反光吸引 上前查看发现是一张美女的照片 他以为是哪位战友丢失的 于是顺手揣进口袋 但是马上他所在的地方 就被一颗导弹炸毁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从周围的人口中得知 他是整个队伍唯一幸存的人 此时有个队友把照片还给了罗根 开玩笑说看来是他救了你一命 之后罗根在部队里到处打听 照片上的女孩是谁 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撤军回去的路上 战友们都说这张照片是幸运服 回去后罗根得好好感谢人家 但是话音刚落 他们的车被敌军的炮弹击中 又只有罗根一人生还 罗根退伍后回到姐姐家 因为战争的后遗症 在孩子们玩枪战游戏的时候 他会条件反射防御 就连平时孩子想叫醒他时 他都会下意识地翻身掐住孩子 孩子都被吓坏了 这让罗根非常苦恼 为了寻找照片上的人 最后罗根还是离开了姐姐家 带上了照片和一条狼犬徒步旅行 他走过了许多地方 询问了很多人 最终在一家酒吧得到消息 照片上的女孩叫贝斯 在当地的郊区 经营着一家宠物旅馆 罗根打听到地址后就赶过去 正好遇到贝斯向他走来 贝斯第一眼就被狼犬吸引了过去 罗根想要说明来意 贝斯就打断了他 以为他是来应聘的 直接递给他一张表格 然后询问他是否 有和其他宠物接触的经验 得知罗根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还是不远万里跨过 大半美国才来到这里 这让贝斯勾起了不好的回忆 他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 想让外婆来打发他走 但外婆觉得罗根挺不错的 最后还是聘用了罗根 第二天工作的时候 他格外的勤奋 不仅将屋子打扫得一干二净 还帮忙修理了房子 就连贝斯家坏了的车他也修好了 外婆对罗根颇为满意 但贝斯却还是对他怀有偏见 这天贝斯的警察前夫来了 他见到罗根的第一眼就抱有敌意 虽然他和贝斯离婚了 但毕竟他们之间 还有一个孩子作为羁绊 需要经常一起出席孩子的活动 相处的这段时间 罗根的眼神总是 不由自主地看向贝斯 这让贝斯很不自在 这天贝斯带着狗狗们 在河边嬉戏玩耍的时候 不经意间抬头 又发现罗根在注视着自己 贝斯的好心情瞬间消失 回到家后 他忍不住和外婆抱怨 这时罗根刚好走了过来 幸亏外婆及时岔开话题 之后外婆和罗根聊得很开心 贝斯还是觉得罗根不怀好意 于是抓住机会 就要对上两句 两人的相处外婆都看在眼里 觉得非常有意思 日子一天天过去 这天罗根用完车后 来都贝斯家准备还钥匙 正好看见屋里的钢琴 罗根忍不住手痒 走过去想要弹奏一曲 这一幕恰巧贝 贝斯的小儿子小杰看到了 于是当天罗根下班的时候 小杰不顾妈妈的阻拦 主动邀请罗根留下共用晚餐 还拉着他一起玩耍跳舞 吃饭的时候 小杰还和罗根说起了贝斯很多事 这让罗根对贝斯更加了解 晚饭结束后 小杰又拉着罗根一起下棋 看到两人玩得如此开心 贝斯心里也很高兴 他对罗根渐渐也不再那么抗拒了 当贝斯让小杰回房间睡觉时 他还非常不舍 劝小杰回房间后 贝斯对罗根表达歉意 耽误了他那么多时间 之后在两人交流中 罗根这才知道 那张照片是贝斯给弟弟的幸运服 战争给士兵家属的创伤有多严重 今天是贝斯弟弟的寄日 贝斯和外婆一起去祭拜他 回家后他便坐在花园一动不动 之后突然拿起一把剪刀 对着花园的花就是一通乱剪 还把花盆摔了个稀烂 罗根发现他的情绪不对 连忙冲上去抱住他 防止他失控伤害到自己 贝斯冷静下来之后 开始向罗根倾诉 贝斯的弟弟原来也是 海陆军战队的一员 一年前弟弟意外在战场牺牲 但官方没有说清楚 弟弟到底是如何牺牲 只是表示还在调查 还说他弟弟可能是被战友误杀的 他和弟弟的感情非常要好 和罗根说了几件两人儿时的去世 但说着说着就哭了 罗根心疼地抱住他 轻声安慰他 这一刻 两人的心逐渐向对方靠近 之后的日子里 罗根也渐渐融入了这里 他经常会带着小杰一起玩 贝斯就在旁边牵着狗 边散步边看着他们笑 而这一幕 若被开车过来的前夫看在眼里 他感觉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是来带儿子参加棒球比赛的 但把小杰送回来的时候 孩子脸上竟然受伤了 看着前夫满不在乎的表情 贝斯感到非常愤怒 和前夫争执了起来 前夫不是什么绅士 火气上来就想对贝斯动手 好在关键时刻 罗根喝住了他 吓退了前夫之后 罗根询问贝斯 为什么不带孩子离开这里 对此贝斯很无奈 因为前夫毕竟是小杰的父亲 为了孩子他不能离开 等罗根准备回家时 贝斯叫住了他 邀请他晚上一起去散心 晚上很快就到了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 他们在晚风的吹拂下 把酒言欢畅聊人声 之后贝斯带罗根来到一艘船上 这是他儿时和弟弟的秘密基地 但是遗憾的是 这艘船坏了 这次约会非常成功 送贝斯回家时 罗根忍不住想去吻贝斯 却被强烈的光晃瞎了眼 前夫拿着手电对着他们晃 这是他对罗根的警告 罗根只是默默站着 看着他们远去 四日一早 罗根就买了很多修船的材料 打算帮贝斯把船修好 这一刻他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对罗根的心意 罗根非常喜欢小杰 有空就会带着小杰去湖边划船 贝斯则在岸上静静地看着 小杰生日这天 家里开了一场派对 罗根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贝斯和小杰笑 前夫看到这一幕 心里非常不爽 随即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这个前夫也太不要脸了 欠不得前妻过的幸福 妄图用孩子的抚养权 来威胁他和男朋友分手 贝斯内心一番挣扎后 他只好妥协了 他不想失去孩子 罗根得知后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选择离开 回去的路上偶遇了贝斯前夫 贝斯前夫疯狂地嘲笑他 但罗根却完全不被影响 还警告他不要以为有羌和人脉 就可以为所欲为 晚上外婆看出了 贝斯内心的纠结 他问贝斯甘心就这么被威胁一辈子吗 还劝他不要为了孩子牺牲一切 外婆的话让贝斯醒悟过来 第二天他就找到前夫 把自己多年的痛苦和不满都爆发出来 强硬地告诉前夫 如果想要把孩子从他身边抢走 那就法庭上见真章 之后 他就去找罗根请求复合 后来他们住到了一起 时不时还会去教堂表演 小杰拉小提琴 罗根就配合他弹钢琴 贝斯坐在台下微笑 看着温馨的一家 前夫感到无比嫉妒 准备离开时 前夫的一个朋友告诉他 当初罗根独自来到这里 拿着贝斯的照片到处询问 肯定是图摸不轨 晚上前夫就把罗根的 那张照片偷了过来 想要让贝斯知道罗根的真面目 这张照片是他给弟弟的 罗根发现不对后 来到贝斯家想和他解释 一直以来 他无数次想告诉贝斯 但都没能说出口 这张照片 让他躲过了好几下危机 但贝斯却崩溃了 这张照片本该保护他弟弟的 之后罗根离开了贝斯家 小杰追出来送了他一本书 罗根回家后翻开那本书 意外发现了里面的照片 那是贝斯的弟弟 这时罗根才想起来 贝斯的弟弟 是为了就队友才牺牲的 于是他想去告诉贝斯真相 而贝斯这边 前夫喝了很多酒 找到贝斯希望能和他复婚 贝斯果断拒绝了他 被拒绝的前夫恼羞成目 他开始威胁贝斯 如果不同意的话 他就要把小杰带走 躲在角落偷听的小杰下的 直接逃跑 贝斯和前夫马上追了上去 小杰在暴雨中跑上了吊桥 吊桥不断摇晃 下面就是湍急的水流 前夫很焦急让小杰慢慢退回来 这时意外发生了 吊桥突然断了 前夫马上跳下河去救他 但不知道脚被什么卡住了 幸好这时罗根及时赶到 把小杰救了上来 可是回头准备救前夫使 已经为时已晚 不久后罗根拿着照片 来到贝斯家告诉了他真相 之后罗根就默默转身离开 这时贝斯追出来挽留 毕竟私人已逝 一定要珍惜眼前人